西凡亚书第一章 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世的儿子西凡亚 耶和华说 我必把万物从地上完全除灭 耶和华说 我必除灭人类、牲畜、空中飞鸟、海里的鱼 我必使恶人跌倒 我必把人类从地上剪除 我必伸手攻击犹大 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 我必从这地方除掉巴黎所余下的 除掉拜偶像的祭司的名字 以及耶和华的祭司 就是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 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事 又指着马勒公起事的 那些转离不跟从耶和华的 不寻找耶和华 也不求问他的 你要在我主耶和华面前肃静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因为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 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 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 我必惩罚首领和王子 惩罚所有穿外族衣服的人 到那日 我必惩罚所有跳过门槛的 所有使强暴和欺诈充满主人房屋的 耶和华说 到那日 必有呼叫的声音从渔门发出来 必有哀嚎从新区发出来 必有崩裂巨像从山间发出来 马格提示着居民啊 你们要哀嚎 因为所有的商人都灭亡了 所有撑银子的都被剪除了 那时 我必提灯搜查耶路撒冷 惩罚那些沉淀在酒渣上的人 这些人心里说 耶和华必不赐福 也不降货 他们的财宝必成为略物 他们的房屋必变为废墟 他们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中 他们栽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耶和华的大日子临近了 临近了 来得非常快速 听耶和华的日子的声音 在那日 永世要哀痛地嚎叫 那日是愤怒的日子 是困苦艰难的日子 是荒废凄凉的日子 是黑暗幽明的日子 是密云漆黑的日子 是吹号 呐喊 要攻打奸城 进其城楼的日子 我要使人受困苦 以致他们像瞎子行奏 因为他们得罪耶和华 他们的鲜血必倒出 如到灰尘一样 他们的身体必被遗弃 像粪土一般 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他们的金银也不能救他们 全地都要被他的渡火吞灭 因为他要彻底毁灭地上所有的居民 真是可怕的毁灭 西方亚书第二章 无耻的国民啊 你们要聚集 要聚集起来 趁命令还没有发出 日子还没有像风前的康比一般吹过 耶和华的烈怒还没有临到你们 耶和华愤怒的日子 还没有临到你们以前 你们要聚集起来 地上所有谦卑的人 就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人啊 你们要寻求耶和华 你们要寻求公义 寻求谦卑 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 你们或许得以隐藏起来 因为加萨必被抛弃 雅实基伦必成荒肠 雅实图的居民必在响武被赶走 以格伦必连根拔起来 住在沿海地带的人 激烈堤的国民啊 你们有祸了 这是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 非力士人之地迦南啊 我必毁灭你 使你那里没有人居住 沿海的地必成为草场 牧人的洞穴 羊群的眷兰 这地必归给犹大家的渔民 他们要在那里放牧 晚上他们躺卧在 雅实基伦的房舍中 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 必眷顾他们 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 我听见了摩押人的辱骂之言 听见了雅门人的毁谤之语 他们辱骂我的子民 又自夸自大 侵犯他们的境界 因此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摩押人必要像索多玛 亚门人必定像俄摩拉 成为赐草和盐坑之所 永远荒凉之地 我余下的子民必掳掠他们 我国中所余的 要得着他们为业 由于他们的狂傲 这事就临到他们 因为他们自夸自大 辱骂万君之耶和华的子民 对于他们 耶和华是可畏惧的 因为他要消灭地上一切神职 那时 列国海岛上的居民 都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 古诗人啊 你们也必被我的刀剑所杀 耶和华必身受攻击北方 毁灭亚树 使你以为变成荒场 干旱向旷野 群处和各类的走兽 必躺卧在其中 醍醐和建筑 七宿在柱顶上 床内有鸣叫的声音 门槛上必有荒凉 因为香伯木都要曝露出来 这就是那欢乐安居之城 他心里曾说 只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了 现在 怎么进城了荒场 走受躺卧之处呢 凡从那里经过的 都必无首吃笑 西翻亚书第三章 这叛逆 污秽压人的城有祸了 他不听话 也不受管教 他不倚靠耶和华 也不亲近他的神 城中的领袖 都是咆哮的狮子 城中的审判官 是夜间的豺狼 什么都不留到早晨 城中的先知 都是轻浮诡诈的人 城中的祭司 亵渎圣物 违犯律法 耶和华在城中是公义的 绝不行不义的事 他每日早晨 都显明公正 永不止息 不公义的人 却不知廉耻 我耶和华已经 检除列国 他们的城楼被毁 我已经使 他们的街道荒凉 以致踏无人机 他们的城市荒废 以致无人存留 无人居住 我说 他定要敬畏我 接受管教 这样他的住所 必不会照着 我原定对他的惩罚被剪除 可是 他们殷勤行恶 败坏了自己一切所做的 耶和华说 因此 你们要等候我 等候我起来指正的日子 我已经决定集合万邦 招聚列国 把我的圣怒 就是我的一切烈怒 都倾倒在他们身上 因为全地都必被我的渡火吞灭 那时 我要使万民有洁净的嘴唇 他们全都可以呼求耶和华的名 同心合意 侍奉耶和华 敬拜我的人 就是我所分散的人 必从古时河外而来 给我献上礼物 到了那日 你必不因你背叛我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 因为 那时 我必从你中间 除掉那些自高自大的人 在我的圣山上 你必不再高傲 但我要在你中间 留下谦虚卑微的人 他们必投靠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的渔民 必不再行不义 也必不说谎 他们的口里 也没有诡诈的舌头 他们吃喝躺卧 没有人惊吓他们 喜安的居民 你们要高歌 以色列 你们要欢呼 耶路撒冷的居民 你们要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们的刑罚 赶走你们的仇敌 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在你们中间 你们必不再惧怕灾祸 到了那日 必有人对耶路撒冷说 喜安啊 不要惧怕 你的手不要下垂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 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 必因你欢心快乐 必默然爱你 而且 必因你喜乐欢唱 那些属你 为了切勿大会而忧愁的人 他们担当了羞辱 我必招聚他们 看啊 那时 我必对付一切苦待你的人 我必拯救那些瘸腿的 聚集那些被赶散的 在全地受羞辱的 我必使他们得称赞 有名声 那时 我必把你们领回 那时 我必把你们齐吉 我使你们被掳的人 归回的时候 必在你们眼前 叫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 得称赞 有名声 这是耶和华说的 是 我必不在乎 他们在什么 我应该怎么会 扔了羞辱 我必须 在那时 有数据 都则 都则 有名声